今天的讲题是Mobile Ambient Methodology 基本上它是一个technic 就是实地监测我们就是有害的化学物质 可以在这个实物里面还有上面 我是薛建台来自台湾的中山大学化学系 在接下来的下个30分钟里面 我跟大家介绍的一些主要的东西 包括了Mbm与谈分 这是我们讲的classification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整个的演讲的主轴之一 就是Mbm与Pertrometry 接下来我会介绍两种方法 两种Mbm与Pertrometry的方法 然后最后就会把它整个连在一起 我们叫做Mobile Spectrumetry 好 基本上我们知道在植谱上面的流离方法 我们叫做Ionation Methods 基本上如果你要追溯到1900年开始的话 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个是Vacuum Batch Ionation Methods 就是你这个在真空底下操作 包括EI,CI,FAB,还有Liquid Sins,Lacer Desorption,Mobi 这些都是属于在真空底下操作的游离方法 第二个就是在大气压力底下操作的游离方法 包括有ESI,APCI,ATModi等等 另外一类就是在过去10年里面 差不多10年左右时间开发出来 叫做Embian Ionation Methods 到现在为止大概有超过60种不同的technic了 在过去10年里面 下一章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Embian Ionation Methods 跟这个V,V跟C之间的差别 基本上V能做一个游离的时候 你基本上你必须要做样子的前途 像ESI你必须要加Sofactin 就是界面活性器 或者是你要加Oganic Solven 或者你要加酸 那你的样子必须要是干净的 等等APCI,Modi大概有要加Matches等等 那基本上C这一类 就是我们不做样子的前途 你即使要做也是非常简单 非常快速 第一个内容主要是 我想因为有60种的不同的 就是这样的Embian Ionation 对它的分类变得很重要 不好好分类的话 那所有不管说是还没有进这个领域的人 或者是说已经在这个领域的人 每天都有 比如说每天 他常常就会有不断有新的技术弄进来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像这种情况的话 很容易造成使用者 他很容易compute 就是很容易困惑 那容易困惑的结果 往往对这个领域是有不好的影响 要么就是退出 要么就是大家不敢往这个领域进来 所以我们应该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 很简单的区分 然后让大家对于这些 ESI为基础 又有包括Momentum 或者是Meta Stable Atom 它主要目的都在产生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再把它导到一个反应区域里面 这个反应区域把它导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的Sample的Molecule 它可以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 包括加热的方式 可以进行反应的这些物种 那接下来把它带到样品的表面 让它在样品的表面发生拖呼跟游离 这是两种方法 这是我们把它 把这种的技术 把它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区分 在2011年 那我们在那个Analyctum Etta的一个review上面 除了这个2-step analysis 就是我刚刚秀那张slide的第一种方法 跟direct description analysis 就是我们秀的上一张slide的第二种方法 那我们又加了一个叫做direct analysis direct analysis 就是它是适合这个样品 那也就是不做任何的权处理 只要加一个超变场 它就可以直接进行错误游离 所以把这三种大 把它整个MDI 用这种方式把它分成三大类 我个人觉得 就是它可以非常好的被区分出来 那我想这个所有的人 应该是先了解一些值 那这样子等值了解的时候 那你再看这个60几种 刚来我们预测可能会70几种 80几种 那你大概就是不会被混淆了 那接下来这几张slide呢 那大概就只是秀一些 一些例子吧 那基本上这张slide上面秀的是 那个destruction ionization 就是directed ionization 从液态里面 那这个也早期 我们早期的论文上面有发表过 那叫做 我们把它叫做 theretic eletrosware probe 就是这是一个固体实心的 一个金属棒 然后系上超变压之后 任何留在上面的这个solution 都可以直接进行变变场 即使是存水也没有问题 那同一个类型的 有这个probe ESR 它叫做patchin 这是口规设计 我阿萨在日本 它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那它是在rebit上面发表的 你再翻一点上来 然后呢 到gm加上连接连接连接生上 那我们另外一类呢 就是用这个patchin patchin的这个啊 这个样子 有手铺流过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很微量的手铺在上面 那它就会进行成长 那这个东西是在2003年发表 叫做patchin 那接下来呢 有那个grantox 还有这个啊 他的group的人 他在2010年 在这个m1.10里面发展 他叫做patchin 比较比较啊 因为最近发展的资格 所以他应该比较走一点 也是一样你挑尖的东西 你会点上去 然后往前跑 然后到前端进行生产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 我们把它归类为这个 directed ionization 好 那下一个呢 OK 这个是直接脱步游离 directed disruption ionization 就是直接把那个 那个你可以进行反应的 不管是来自ADCI 或者是ESI 也带到样品表面 然后进行脱步跟螺旻 脱步我们就是 destruction 螺旻的反应 最典型的就是patchin 这个是patchin 在2004年上发表的 那么接下来呢 在2006年的时候 那个patchin 从巴基达的 他们在rcm上面有发表 他们是用neutral的 corporate 也是直接送到表面上 那你只要在这两个 在这个sample跟这个inlet之间呢 只要有足够的电场 高的电场 那通常可以incuse这一些toticcorporate 让它产生 产生这个 这个有理的现象 那么还有的就是张新荣 当教授清华大学 在NESH上面 2007年 我记得他早期还有一天 2007年了 他是用这个patchin 的方式 直接冲起表面 然后这一小根子 它可以形成 剩下的离子 那么那个 patchin 他们group呢 也先以pbti 就是张新荣 教授的这个基本原理呢 把它改成叫做 low temperature plasma 也就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缩小化之后呢 充起表面 然后产生流离 那这一个我们都是属于第二类的 direct description 好 那么下一张slide呢 要秀给大家看的 就是true step navigation 那我是这样讲 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上面 起的还蛮早的 就是从1998年就开始了 那我们最早就是GC ESI 那这里面 这里有六款ESI的 然后从此称赞 然后中间这一款呢 就是来自这个GC 然后它会在这边反应 这是我们叫它GC ESI 后来呢 在2006年的时候 我们开发了一个 叫做Future Dropout 就是FD ESI FD ESI呢 它中间这一款呢 它这个是它比较 你轻一点看的话 中间这个是ESI 那这边进来的呢 它是我们用那个超音波误化器 就是它在ICT Mesh上面用的 那个超音波误化器 把这个误化器 误化出来的 neutral的droporate 跟这个ESI的droporate 让它混合 混合以后呢 你可以把它送到 那个analyzer里面去分析 这是protein的一个讯号 那么接下来在2005年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 neutralizer 或是GC拿掉 用雷射的方式 直接就把sample droporate 上来 一样让它们进到ESI的 这个 那个 那个 服务里面 然后进行游泥 那雷射可以从上面下来 叫做 ElectroStray LaserDroporate 那雷射可以从上面打上来 这个时候打上来 那我们的雷射 并不会照到我们的sample 基本上呢 我们会造成一股 这个acoustic wave 除了acoustic wave 叫做增坡之外呢 另外它会产生一个 先上叫做shock wave 这个shock wave 我们叫做震坡 这个震坡的力量呢 怕到可以把我们这个 另外一面的分析物 把它震出去 那它就可以 重用到这个 EA开里面 然后被流移 这是另外的方式 除了我们 我们的group之外呢 那TOOSTEP 还有几个 大家比较耳熟能强的 那现在已经都是 commercial的instrument 像GC 这个最近有几家公司 分别推出这个商业化的产品 它是用ATCI来 由于GC出来的 由GC里面出来的东西 那像补课啦 我记得 Walks里面都有 另外从那个 因为他们在两天英文发展的ASAP 就是他也是用ATCI的原理 把那个小的规划性的东西进行 再来一个呢 就是这个 Directed Analytics in real time 那这个东西是因为它的那个 MIC的那个MIC也比较多 这些大概也有两三百套了 所以大家比较知道一点 它也是一样 跟TOOSTEP的IAL的那个原理 大家都类似的 比如说它用那个 PASMA的方式 那产生出很多 可以跟我们FHU反应的这些VH 反应完之后再进到那 侧者质量分析器里面可以整测出来 好 所以这些classification 就是已经被做过的 那我现在没有什么时间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我在写一个review的时候 我这classification 就在分类上面 我可能稍微做一点点的修饰 我大概我打算把它分成一二三四类 第一类就是Sample InactiveSoft-In 在RN 这全部都在一起的 那像这一类的技术 TOWCAP-XE XE BBDI LQP 这些东西 就是在一个时间点里面发生的取样 错误以及游离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 我觉得有一些technology 它是属于Sampling跟Desorption 这是一个process Ironization是第二个process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LD FDESI VRESI FARC ASAP DADC 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这是2-step 第三类它是属于Sampling Exorption Ironization 三个process是分开的 那就是零一套 把这三个通通把它分开 第四个就是DirectIronization 就是像DirectElect Electrope Probe Paxing PaperSquare 就是属于这个 也就是在刚刚的一类 两类 三类之外 再加了一个这一类 这一类看起来 是把原来的process 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分完三个阶段以后 会不会比较够杂 基本上我个人觉得 分成三类 反而让事情更简单 因为每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有个换错 我觉得很多分析化学 很多情况 就是说 大家都觉得说 把它简化的方式 就是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其实全部放在一起以后 你的Sampling Desorption Ironization 搞不清楚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有进一座直过 就比较困难 你现在把它分开来 will control 所有里面的Parameter的话 有时候事情会变得更简单 所以我想未来 我们会好像 把它变成室内 好 我很快的介绍一下 进到第二个section 就是我们介绍一下 ElaserPlay Assist的雷射B Shopping Ironization 跟雷射Inbuilt Approachist的雷射B ElaserPlayIronization 这两种技巧 你刚才很快的走过去而已 这个东西就是 雷射从上面倒下来 货物出来的东西 进到ElaserBrown里面被游离 这是LB 如果雷射从下面上来 基本上这个必须是一个金属的薄膜 造成一个Sharkway 也是一样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要不要MATRICS 基本上我个人是 我们今天是不需要MATRICS 即使像投进这种东西 在雷射造色之下 它很多东西都还是存活的 它一样可以进去 然后你可以检测到 Intact 投进的这些信号 这个就是一个卡通的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雷射上面照下来 刚开始产生Nutra 然后进到这里面 游离以后 变成单一架电荷 或是多架电荷的Ion 然后进到质量分析被检测出来 这就是一个LD的classes 那LDclasses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其他游米的技术 它比较特别就是Ionization 跟Desorption process 它是一个分开的事件 这样子的做法 它可以你可以去control Desorption的部分 你也可以controlIonization的部分 Desorption的部分包括Laser 你可以controlLaser的能量 可以controlLaser的WebLens 可以controlLaser的Frequency 你可以controlLaser的WebLens 甚至它Laser导致的时间 你也可以检测SamplePress 可以让它变成各式各样不同 可以去Modify 可以去Nun-Modify 你也可以加Message 也不要加Message 这里面有很多Program 你可以检测 Ionization这边基本上是ESI 所以你可以去改变ESI的组成 你也可以去改变这个 医药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用ESI取代掉 你可以用APCI来取代 所以这里面有非常多的Permit 你可以用一个去设计 这跟以往的整个像ESI的设计 或是其他的Distropting 在一个步骤完成的话 这个是相差很多的 好 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仪器装置图 这边是一个UV的系统 这边是一个IR的系统 Laser的WebLens 1016是337 记住一下这个Laser 我们都是PulseLaser 也就是说它雷射Pulse的时间 大概就是NeoSecond的范围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MDR的雷射 这里面有Pamera 有Stage等等 HighVoltage 稍微复杂一点点 但是这是我们做Analysis of Chemist的人 我们要PickLare 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 Temple的中间 雷射从这边过来 这是我们的样品盘 基本上它是一个Standish Steel 就是一个不受钢线的一个SamplePrain 这个地方是ESI的Captions 那这边是MS的Innet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上面 好 这个是一个Portal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照片 这个就是我们的ESI 所以我们这边过来 MeshInnet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的Sample是Valto 就是有非发性Valto的Analysis的话 那它可以进到这个 ESI的Captions被游离 这是Liquid的情况 直接把Liquid减上去 雷尺照下 你可以看到有大颗粒的Captions出来 除了这个之外 如果大家的解析度 Valution可能不很好 但是我今天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这里有非常多的小颗粒 直接从Captions出来 它会浇匀在Captions里面 然后被游离 所以我们叫它这个 有点像FugeDropper 只是它用雷射来产生这些小Dropper 那这个是FD ESI FD ESI它是用MeshInnetRiser 就是用喷雾气的方式 把它把TampleSolution喷成雾 然后让它跟ESI Bloom就用在一起 这是VR的方式 雷射从后面照上来 你可以看到有大SWAPER跑出来 除了大SWAPER之外 这里面还有很多小Dropper 会就用到Bloom里面去 这个就是把它跟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LD的Protects 如果你只开Laser 那我们基本上看不到的东西 如果我们只开ESI 那我们可以看到Bloom 那你要看到我们的Sample 在这个情况是Cyto 孔系 那它是一个干掉的Cyto 孔系 在我们的表面上 那你必须要把Laser跟ESI 同时打开 你可以看到它的Multiply charge 的Cyto 孔系的RM Ionization比较复杂一点点 这样把它分开的还是比较复杂 那我们讲最小分子来讲的话 Ion molecule reaction 基本上应该是发生在我们的Bloom里面 那除了这个Bloom 很多什么Charge transfer 各式各样的这种Making都有可能 它就是类似像APCI的Process 另外最大分子来讲 因为我们看到Multiply charge ion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们认为ESI的Process 还是有发生 那ESIProcess要发生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认定 我们的那个Molecule 像Process的Molecule 应该是会join到ESI 伸出来的那个Tropper里面 然后ESI伸出来是继续从那个Tropper 继续进行 才有办法得到这个Multiply charge ion 那这个都还需要进一步的Strave 那这个要Strave 这个Making源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我相信 我们主要抽湿剁减 一步一步把它分开 到最后 中就还是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 好 很比较LD的Spectrum 跟ESI的Spectrum 它们基本上都是类似的 所以表示说ESI的Process 应该有involve在那个LD里面 最大分子来讲 那如果看小分子的话 那基本上那也就是更一样 它就是那个Protonite的一个I 对于一些在那个Decoration的话 它们都可以形成正义下的东西 那当然跟Multiply不太一样 好 好 这个是更进一步来看 因为我们一直在简化整个仪器 这就简单多了 我本来有一个Movie 但是在网络的Concent上面 没办法播放 所以我只好跳过去了 基本上它是一个Movie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现场 好 我很快的讲一下 那么多的技术 基本上你怎么Craft 那是一回事 因为个人的认知不一样 原理了解了以后 最重要就是说 它到底能够让我们做什么事情 是Caching 这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药片 你可以在一瞬间里面 雷射一打开 你把这个药片放在那个硕士前面 雷射一打开 你就给大家的讯号 比如说像这个是一个Multiple component的东西 它都可以得到 在这里面的里面所含的这些物质 像Panethyl 它里面有一二三种 这个Systeminal Thin 这个是它的Multiple 就是Timer Tripping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主要的继承 所以它即使是Single component 像的Agua 或者是Multiple component 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都可以得到你得到的结果 所以很短的时间 就是你样品放上去雷射一开 大概就是三秒钟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那你如果用ESI的萃取方式 然后来训练的话 基本上它的relative intensity 相对长度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乘以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这个是Ointment 这叫做软招 软招有单一组成 大部分运动软招 这大概都是 它的组成大概都是单一的 但是我们倒是给大家看的就是说 你要知道它里面的active gradient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东西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运用 就是说在非常检查的时候 我想Opice它们最担心的就是软招 因为你炸药不可能用纯水的方式 也不可能用固体的方式 最担心的就是用的像Ointment的这种方式 A加B两个取在一起 它就变成长度炸药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LD基本上要检测这个东西并不是问题 再来就是shiver 就是我们的感冒糖浆 shiver基本上都是multiple component 所以你看到这个非常的复杂 那一样如果你做萃取浓缩以后 再用ESI的方式来做的话 基本上你得到的结果 你最久我可以跟大家讲说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你损缺了所有样品 全处理的方式 你得到的结果 跟你要花很多时间处理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I-DRAP 这个东西基本上它就是纯水的这个东西 纯水的东西基本上也不是问题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application 你可以做什么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可以做continuously monetary chemical reaction 连续的监测化 不管你的样品是融在哪一位的 organic solvent 都可以直接被我们的雷射 把它变成这个drapper打出来 比如说这个图图显示的是 HIM在National里面 这个东西是Clone ether 在Hetrahydroperine的收盾里面 这是Hectathaseal Amine 在Azoacetate 这个是在chromation 这个是Ether在Colary 这个是Cetopyridine chloride 在Hectathaseal Amine 这是Colary non-Polary 你都可以得到它的信号 也就是说不管你的 你的样品Solution的 那个Solven的准备是什么 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得到你的分析的信号 那也就是说 对于大部分的有机的organic reaction 它自己能够在这个Solven里面进取 所以更没有问题 Ether solution 那Biochemical reaction也不是问题 这是比较大的这个Compound 融在Dimension chloride 这也非常的NumPolary 你还这样可以得到它的信号 下面是它的Isopropyridine 它非常的Match它的那个Solvenition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用它来做反应 这是一个Ecoxide的反应 对不起了 因为我基本上是把它放在一个Movie里面 那这我们没有办法放 就是Reaction的 它基本上有一个DoubleBound 在H2O2环境底下 在CasicCondition之下 它这个DoubleBound会被打开 加上一个Oxygen 加上Oxygen之后 它会再接一个Solid 所以我们看的Reaction的反应物是209 看的Program是27 所以你可以Continuously monitor它的这个行程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在H2O2之下 H2O2之下 我们的Program开始去生成了 这个是它的途谱 就是我们的Program的CheckFar Reaction的CheckFar 刚开始的时候是209 就是我们只有Reaction B是在这个环境底下 它是一个Mix 就是有Reaction的口感 对不起 这是一个本来是在说的Movie 好 另外一个Application 就是TL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简单的TLCMS装置 你只要把你的Brace送过 从这个ESI 从这个Innet前面送过去就可以了 你的Laser直接造射过来 你只要一直送过去 它就是一直进行Defroxion Ionization 就看你有多快 这样子 像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TLCBrace 如果你用雷射造成下来 5MJ的雷射 包括大概在50个M的范围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Potable 会打上来包括我们的分析物 如果用的雷射的能量大一点的话 12MJ更多 20MJ更多了 这个就是一个实力图 TLCBrace直接送过来 你只要一片一片分出来 就可以做到了 这是我们做的整个方式 为了配合图印的要求 所以我们大概用Lago的方式 一代的Lago来做的话 你必须要很容易拆卸 所以这个是Lago的结果 Lago结果确定它是可以walk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把所有的Plastics 通通用Teclone 还有用Metal把它换掉 这是第二代 第三代它就是一个粉红球的因素 其实我有一个movie来秀这个 但是我不能放 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我们用Laser来做银瓶 你可以做Image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Pot的Image 这个是Flint的Stand 它的那个Ping 这个Slash 你可以做它的Image 这个是精神 人生 它的Image 好吧 好 接下来就最后的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MDMS spectrometry 这是我喜欢这句话 是Marco Eberlin 在他的ADT的那个Review的背图上面写的 MDMS spectrometry bringing MS into the real world 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 Where and how 到哪里 哪里是我们的real world 怎么做 那这个Potetor Cooks在Sign上面 2006年的一个Review table上面 他觉得Application and the next technology can be 在Biomedical 在Pharmaceutical 或是Homeland security 我觉得Biomedical Pharmaceutical 它时间上不一定需要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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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 到这Homeland security 这个地方 因为你要detect its project 所以它倒是非常的需要 这个是非常的语言 这个这一点 除了这个说还有没有 那我觉得Boot safety应该是一个是 它是一个real world的一个issue 那我们最近在台湾呢 在这个亚洲地区发现了一些大的问题 主要就是兽化剂 Pesticide 还有Manamy 这两个Cash 当然potential一直常识提发生的 包括Pesticide 还有这个 这些各式各样的那个MD plant里面 所加的那个非法的这一些东西 NSP的这个是西方人 他们比较过敏 叫做卫数 就是这样子 还有很多这个Artificial的这些东西 我今天大概就是用Pesticide做例子 这个很快的讲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 我们个人的经验 就从Manamy的经验 跟Pesticide的经验来看 就是在事件发生的前几天 所有的实验室都会收到几千个样品 所以整个社会收在一起 大概有几万个样品 因为每一个人都想知道 它东西到底有没有这些Pesticide 或Manamy 一般来讲 因为我们要完成分析 大家都要每一个样品要完成 大家就要两三个总统 所以这么多样品 同时有进来 大概没办法消化掉 每天大概只能消化10% 也就是说一个事件所收的样品 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大概10天后才会消化 所以在这个时间底下 整个society就是panic 大家是痛苦 然后有点骚纵 暴动 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一般所有的检测方法都是要 然后再送到HPoE或机器里面进行检测 这个需要花时间 好吧 如果你在常常做药物分析的话 或者是 你就知道 其实基本上 如果大量样品有入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机器叫做screening 你可以用一些immu的方式 或者elexa的方式做screening 但是对于这个食品安全 像fractify的跟demand 我们没有screening的方式 所以所有的样品 go straight 叫combination test 所以combination test 就是我刚刚说给大家看的 这群人能说完汁之内 这样就会花很多时间 但是你要排除也不可能 所以我们要开发一个分析方法 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监测 这件事就非常的重要 做法有哪些 在讲之前我再讲了 The day after the end of the imagination 就像我讲这个movie 它叫什么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我觉得day after the end of the imagination 这个大家必须要面对的 就是in-situ metricometry analysis 这个词谷就是在现场直接监测的 因为它可以不用样品自备 像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以在现场监测 你要到词谷 要到现场监测 你要什么 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用portable 我想欧阳教授应该也有提到的 portable metricometry 加上ambient annotation 这是一种方式 advantage就是一个人就可以去带 但是disadvantage就是说 我们的portable system 基本上它的performance比较差 就是包括sensitivity resolution scan rate mess range 都比较差一点 另外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mobile system mobile system 它的基本前提就是 我们用commodial message geometry 也就是说它的performance 就是high的 然后再加上ambient annotation 那你要怎么让它变成移动呢 那你就夹蚊子 因为commodial message geometry 最轻的大概也要一两百公斤 所以我们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建立一个mobile engine system 它就是heavy 但是还可以接受 就是你用一个轮子 一个vehicle 或者一个terrier 就给把它带到现场里面去 那最好处就是说它high performance 在sensitivity的理解都可以 如果你加上obitrap的话 你就是autra high sensitivity 好 所以这边就是介绍这个东西 那我介绍过几个时间的关系 所以刚刚那个理念 我相信我希望你可以接受 不管在战场上 在home range beauty 在airport上面 在灾难现场上 活摘现场上 都可以来使用 那只要给它一个载具 它就可以动了 这是我们现在开发出来的mobile mash army 它是第二代 好 这是一个跑步球车的 那支谱鱼在这上面 大家看一下 好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是我们弄的这个source 对啊 那支谱整个在上面 你需要操作的支谱鱼 所有东西都在上面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代 是可以push的 这是我们的第二代 就是你刚刚看到 现在我们正在做第三代 就是一个vehicle 它除了做这个vehicle之外 我们也在motor title上面 因为有些地区的路 好 那个路面的可能性 不好 这是我们的东西 不能够好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 我们的motor title上面 未来呢 我们可以放在 Aero plane的 A380应该很危险 所以我一直说 未来 那一下大飞机 应该会像油纹一样上去 最起码那个舱整个人 那个舱的人去从调 其他舱才可以从调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 现在做的这个分析 我很快的讲一下时间的关系 我讲一下我们 那个Ionization的过程 Ionization过程 它基本上是sampling 用一个pub的方式 然后destruction pub的方式 pub的方式 sermal heating 然后接下Ionization 就是把这个analyzer 把它导到月材里面做油 里面可以用APCI 这个东西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直接跳过去 就是这个原理 就是我们的 我们是一个pub 我们主要sampling 那个表面上 那个稍微进到 接下来把这个pub 送到一个precetic的 那个outurn里面 就是已经加温的 然后这里有NitrogenGap 会把那个analyzer 因为它是规划线的东西 把它带到ESI-probe里面来 这样 这是一个 那个karton karton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 好 这个就是整个instrument的 一个outlooking外观 它的过程 这是我们的pub 它就是一个standard spear bub 它是touch 然后insert 然后得到讯号 所以你要多久时间 3 seconds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 因为大部分 添加在食品里面的东西 它不形成chemical bond 它只是混合在一起 不管是menamine的cache 或是preceticide的cache 还有很多其他的cache 都一样 它不会跟我们的分析物 形成chemical bond 所以它只是混在一起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只要把它放到一个加温的 一个oven里面的话 它我们的analyze 就是我们要分析的这些有害的物质 就很容易跟我们的食物的matchage 很容易就进行就分开了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前景 用这种方式 我大概跳过去一下 我直接给大家看结果 像这个水的液体 你直接check the DHP391 你可以三秒钟 你可以得到 甚至得到结果 这是不同的两层 这个是DINP 它们加到这种饮料里面 得到这个东西 powder没有问题 这三珍珠 PCA 目前最常用的software 来做这个classification 如果你不懂证度没关系 你就看你的sample 它的location 弱点在哪里 弱点这个地方 押吃它是有 这个地方 所以刚刚刚刚打他放弹 你看到还是可以 SNH还是大于5下 所以它基本上 还是可以检测到1.25p界 然后CMS 基本上在绿透的时候 都是一个p界底下 也就是它的sensibility 是compatible跟我们一般传统的经济方法 是可以竞争的 我们确定一下它的储蓆 从0.25从低到高到10个PPM 从10个PPM再往下走 你可以看到都可以重复的 储蓆重复19% RST大概11% 储蓆可以得到很好的线性关系 minarity 它可以做任何样品的检测 包括你手上的DHP 摸一下进去 你就可以得到 这是第一次手直接检测的结果 跟那个标准品比较的话 这个含量大概是2.0的PPM 洗手一下再来测 再洗一次手 再洗一次手 所以洗一次自手 手上大概没有了DHP 你可以随时检测任何一个up件 物件或者是biological system 上面的这些你要检测的东西 Memory effect最后一个的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很容易的把Trope 因为它是scanless steel 或是你那个Trope 你可以直接用喷枪 我们叫做直接brun out 把这个东西直接把它brun out就行了 其实它是有一个两分钟的 给大家看一下行动的指骨车 它怎么实力监测 也许让这个我是Hospital 好 这个就是我的Trope 谢谢大家 这是中山大学 高雄的中山大学 这是我们的campus 这是我们的西洋 这是台湾十几之一 一定要看 这是我们学校的海滩 OK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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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